今天食信由衷 我Mandy就帶大家來到一間在大埔很紅的火鍋店 它就是一品紅雞煲火鍋店 進來一品紅雞煲 這裡的環境很舒適 而且這裡的裝飾很漂亮很新鮮 所以在這裡打火鍋一牛 既然來到一品紅雞煲 當然要嘗試煮打菜 就是一品紅雞煲 這個雞煲真的很香 我等不及了 要快點嘗嘗 它的雞煲也很鮮嫩 而且它的辣味也很重蠻 真的很有四川的風味 但是又有些港式的醬料混合進去 所以就吃到四川風味之餘 又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吃完這個這麼美麗的雞煲 還可以加上一些朱古湯來打火鍋 配料方面 我選了這隻安格斯皮牛 和這隻手切肥牛 安格斯皮牛 是美國的一級美麗牛肉 至於手切肥牛 師傅每天都會去街市道 親自挑選最新的最美麗的肥牛 好了 我現在試一下安格斯皮牛 哇 好香啊 這隻安格斯皮牛 入口即溶 好香啊 好汁啊 讓我再試一下這隻手切肥牛 哇 它的肉質也很鮮嫩 而且還有很重牛味 難怪每天師傅都要去親自挑選 這個就是之前原味的唇椰青雞鍋 當然它的材料就是唇椰青 還有就是這個很新鮮的雞肉 我們就要把這個生鮮雞肉放進鍋裡煮 之後它就會送椰青味 好入味的了 讓我試一下這個雞肉 哇 你吃已經聞到很香的椰青味了 嗯 雞肉已經送了椰青味 真的很好吃 很清新啊 還有它還有很多其他配料配合的 還有這個就是新鮮的龍蝦仔肉 還有這個皇帝蟹的蟹柳 那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蟹柳了 它是日本的皇帝蟹柳 所以它的尺寸就跟平時 我們吃了一些不同的 是特別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它的味道 很香味 它是很粗的蟹味 而且它的肉質是很滑滑的 還有讓我試一下這個 新鮮的龍蝦仔肉 這一支鮮龍蝦仔肉真的很鮮甜 很好吃 說到打火鍋當然不少調味醬料 這裡有20款調味醬料給大家自己選擇 真是適合每個人的口味 這一鍋就是內蒙古鍋 這兩種湯底都很有蒙古風味 這一邊就是麻辣湯 這一邊就是清湯 再配合來自內蒙古的羊肉 真是七刀絕 讓我嘗嘗這個來自內蒙古的羊肉 它的湯底有竹生還有紅棗 好一點的 很濃郁很爽口 還有湯底的味道真的很配 不知道這個蒙古麻辣湯再配合 新鮮酒丹的蝦和牛煮是什麼味道呢 好香啊 辣味啊 真的好香啊 真的好香啊 辣味啊 真的好香啊 真的好有蒙古的地道風味啊 真的好有蒙古的地道風味啊 好像去了蒙古那樣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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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褲皮味好重啊 真的好新鮮啊 好新鮮啊 好新鮮啊 椰柳肉冰凍在一品熊是出名的 甜得來呢 味道更好清甜 適合我啊 嘩 吃得好飽啊 一品熊果然是一品熊啊 真是名不虛傳啊 如果大家都想試一間這麼好吃的雞煲火鍋店 就一定要來這裡一品熊試試吧 一品熊火鍋雞煲的地址就是 大埔安池爐1號海埔花園9A地下 這裡交通都很方便的 如果大家坐東鐵的話 就可以在大埔虛火車站那裡 之後再轉9巴的循環線K12 就可以來到 如果大家坐巴士呢 就可以坐64K 72 73X 74X 271 和307 來到 如果坐專線小巴的話 就有20A和20C 全部都在門口附近 所以很方便的